印尼羽毛球队连续获得1958年和1961年两届汤姆斯杯冠军士气正胜 中国男队主力选手汤仙虎是1960年从印尼回国的华侨 他离开印尼的时候还算不上是顶尖选手 离开印尼的时候我的水平就那边就在印尼是前八名 所以还输给他们但是回来以后经过两三年的那个训练就水平就提高的很快 就比他们强多了 因为我们是专业队对方最多版专业甚至好多都是业异队你能看看吗 所以在去新运会之前中国羽毛球队有足够的信心打败印尼队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出发前领导特意给他们定了任务 当时哈劳中说你们拿五千我请客 他说不过还在听总理的 总理又说你们这拿两项 最后我们决定就说那我们拿两项吧 那你团和男团 首先比赛的是羽毛球女子团体 中国果然赢了印尼 接下来该男子团体比赛了 第一盘有曾经获得亚洲少年冠军的苏迪斯纳 对中国单打冠军侯家昌 猴家昌发动猛攻赢了对方 赢了以后我也要准备 因为我第二场上场 刚刚要上场到门口 我们的领队他就跟我说 你这一场就要让 何总就是何老总就是有指示了 不能拿一定要让 因为团体是代表印尼的势力 这个总理有指示一定要让 所以我一下子就懵了 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呢 当时 贺龙突然发出这个让球的指示 是因为接到了印尼的体育部长 马拉迪的一个电话 电话说中国的实力太强 女团拿了冠军 男团是否能让印尼人挽回点面子 因为印尼人视羽毛球为国球 汤鲜虎上场后 观众发现这个人水平一般 失误频频 和刚才出场的侯家昌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选手 因为很突然没准备 所以就让得不好 就是让得不好的意思 就是看得出来 就是太明显了 第二盘 印度尼西亚的全国亚军 蔡瑞泉战胜了中国的汤鲜虎 印度尼西亚队以三比二战胜中国队 取得团体冠军 中国队获得团体亚军 那整个印尼都轰起来了嘛 那个体育馆他赢了以后 你想一想那个场面的 爱国华侨那就气得要死了 按照出发前制定的 拿两项冠军的计划 汤鲜虎还是战胜队友 侯家昌拿到了新运会 羽毛球男子单打的冠军 回来以后 我们就去见总理 总理就说了 你们完成了任务 但是你们让得不太好 以后要记住打球 你们打球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要学会让好 叫你们让 你们要学会让得好 那当然了 国家培养我们 我们打球 国家需要怎么样 我们就这么做 中国体育代表团全面丰收